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芳 我今天要藉由一個做可愛小杯墊的方式來跟大家介紹長針縫的技巧 這一直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步驟 大家可以藉由這個小作品來練習 好 那我們現在來畫草稿 我要做的是一個六角形的杯墊 所以我就先畫了中心點 所以每個角度是差60度 所以60度點一個點畫條線 好 那這條線的長度我設定是5公分 那5公分的線畫好之後 我們還要再沿著這個六角形 往外擴長1公分 這就是我們的縫份 好 那我布已經剪好了兩片表 還有中間的陽材襯 之後呢 我們就把陽材襯燙到其中一片的反面 把兩個表布面對面的縫起來 那記得只要縫五邊喔 因為另外一邊就是我們待會要做長針縫的邊 所以我們只要縫五邊就好 現在來教大家長針縫 因為我們選了花布 顏色比較花 所以我挑了一個比較淺色的布 來示範給大家看 那線也是用對比度比較強的黑線 但其實你如果自己在做的話 是可以用類似的顏色的 那我先從上層的裡面穿出來 然後再跨到對面去 平行的喔 平行的下去 然後再隔隔大概 2min次出來 可以嗎 好 拿緊 然後再到對面 上層 平行的地方 穿進去 一樣 2到3min的距離 穿出來 看出來一樣拉緊 這樣看得到嗎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走 到對面 不如要稍微把它弄挺 然後從它腳封的地方 穿過去 我現在有點難縫 因為 我中間還隔著一個相機 稍微微調一下 好了 打個結 這個 黑色的線部分都變成一個點狀 點狀 這就是我們長針縫的縫法 非常簡單 來 一聲 就是它的那個 痘痘又被拉進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結 不小心被我們 拉出來了 那沒關係 先剪 大概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出來就是 線邊而已 然後這樣追子 稍微整理一下整理一下 然後拉一下 拉一下就好了 看 這樣就完成了 雖然我上黑線縫的 但其實還是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這就是長針縫的技巧 那有點皺皺沒關係 你可以稍微這樣運動靠一下 登 這樣就完成了 謝謝大家 好 掰掰